这都2023年了 你还会花2000多去买一台不支持5G网络 和没有搭载麒麟芯片的华为手机吗 这台P50普罗是我花了2400的这么一个价格 逃回来了 它既没有搭载以往的麒麟芯片 跟不支持百元机都标配的这么一个5G网络 但是在刚开始上市的时候 它却卖出了6000大几的这么一个价格 最让我想不到的一点 就是它的口碑和销量都还非常的不错 即便过去了那么久 现在依旧是5488的这么一个售价 兄弟们真的是哪哪都想不通的这么一个价格 这台机器的话 搭载了一个高通圣龙888的 定制版的4G处理器 由于被制裁的原因 所以说这台手机的话 全系只能支持一个4G的这么一个网络 但是除了这个缺点的话 我感觉它的优点还是非常多的 6.6英寸的这么一个微曲面的这么一块屏幕 正面颜值非常的不错 支持120Hz的自适应高刷 高通圣龙888的处理器的话 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华为把它的发热控制也是非常理想的 后面的设计的话 我感觉华为的设计一直都在线 是不是 奈卡的标识 后置100倍的前往式的变焦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拍摄体验吧 P50 Pro它这个镜头的话 不论是长焦还是近距离拍摄 都是十分出彩的 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上对面我们也是能够看清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呈现体验吧 这个瓦片是不是拍的特别的清晰 还有这个树叶的轮廓也是清晰可见的 所以说虽然没有了5G 但是也不妨碍这台手机是一个拍照的好手机 不仅拍照体验非常的不错 而且它这台手机的手感的话 我感觉也是十分不错的 换就是你还会花2000多去买一台 这样不支持5G网络的旗舰手机吗